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 我打算聊聊樹狀圖的繪製 像是公司的組織圖或家庭的族譜等 同時我也會談到如何設定他們的動畫 OK,我首先利用版面配置的功能 將目前的版面改為標題及內容 上面的標題欄位 我利用鍵盤的Delete將它刪除 然後我將底下的文字欄略為放大 說到組織圖的繪製 許多人可能會想到SmartArt這個功能 我們知道使用SmartArt時 我們只要選定一個圖表的類型 就可以依序輸入圖表內的文字 不過在此我打算介紹另一個方式 可以大幅提升我們輸入圖表文字的效率 這個方式是使用文字的縮排 來代表組織圖中的每一個層級 舉例來說 在這個圖表中 董事會底下的是董事長 而總經理又在董事長之下 依據這個結構 我們可以在文字框內 從最上層的董事會開始輸入 然後按下Enter鍵切換到下一行 再按下Tap鍵向內縮排 代表進入到下一個層級 我輸入董事長 接著我再按下Enter和Tap鍵 輸入總經理 至於總經理底下的三個部 是屬於同一個層級 因此當我輸入好第一個管理部之後 我們可以省略掉Tap鍵 直接輸入業務部和研發部 全部輸入完畢之後 我打開滑鼠右鍵選單 選擇轉換成SmartArt 其他SmartArt圖形 然後在對話框內 我跳到階層圖的類別 選擇一個自己喜好的階層圖範本 再按下確定 如此PowerPoint就會依據文字框內的段落層級 自動將文字轉換成圖表 此時如果你需要在新增圖表內的項目 其中一個方式是利用功能區內的轉換按鈕 再變回文字的形態 而另一個方式 則是直接使用左上角的面板來編輯圖表 舉例來說 如果管理部之下還有兩個課 那麼我可以選取管理部之後 按下新增圖案的箭頭選單 選擇新增下方圖案 再對著矩形方塊按下滑鼠右鍵 選擇編輯文字來輸入人事客 如果要新增人事客同一個層級的單位 我們可以按下新增後方圖案 然後再輸入單位的名稱就OK囉 另外在這個範例中 董事會和董事長之間有設立所謂的集合式 而這個分岔出去的圖形 我們可以點擊董事會之後 按下新增助理來建立這個單位就可以了 建立好組織圖的結構之後 我們可以將圖表做一些簡單的美化 我按下Ctrl加A 全選整張圖表 將字形改套用黑體 大小設為18 同時我將方格略為加寬 接著我切換到設計標籤 點擊變更色彩來套用白底黑框的設計 再套用一個簡單的漸層效果 至於組織圖的動畫 我們可以切換到動畫標籤 來選擇一個自己喜歡的效果 譬如我選擇隨機線條 然後我在效果選項的選單中 將動畫的出現順序 設為一層級 一個接一個 如此在放映簡報時 PowerPoint就會依據組織層級的高低 來依序顯示哦 OK 如果你覺得SmartArt讓你綁手綁腳 無法充分發揮你天馬行空的創意 那麼你也可以切換到插入功能區 利用PowerPoint本身的圖案工具 來施展你的才華 譬如我選擇了橢圓工具 在投影片內 按下Shift鍵不放 拉出一個圓形 或許這一次 我們可以嘗試使用圖片 來代表圖表內的人物 我按下從檔案 然後選擇也也的圖片 再按下插入 至於圓形的外框 我選擇了一個簡單的灰色 粗細設為2.25 然後我按住Ctrl鍵不放 複製出兩個相同的圖形 並且利用圖案填滿的功能 來將圖片替換為爸爸 另一個則替換為奶奶 而人物之間的關聯線 我們可以利用左上角的線條工具 來進行繪製 你會發現 當滑鼠游標靠近圓形時 圓形的周圍會顯示 用來連接的節點 如果線段的兩端 有順利接在節點的話 那麼即使我們移動的圖形 線段也不會因此而中斷 反之線段的任何一端 如果沒有接上節點的話 那麼只要圖形移動的位置 圖表就會產生差錯 這裡有一個簡單的變通方法 就是我們可以另外繪製一個圓形 並且將它放置到要連接線段的位置 然後再將這個圓形的填色設為5 外框的色彩也設為5 如此當我們在建立連接線時 就不會再發生中斷的情形了 ok 除了一般的直線之外 在人物關係圖中 更為常用的是所謂的走形線 走形線的中央 有一個橘色的控制點 可以讓我們調整水平線段的高低 比起一般的直線 走形線更適合用在分支較多的圖表 整體的版面看起來也較為整齊美觀 你可以重複先前的步驟 完成這個家庭的其他成員 並且我將所有的線段 套用與相框同樣的灰色 出戲設為2.25 而動畫的部分 我打算以爺爺作為出發點 利用線段的動畫來帶出其他的家人 因此我按住shift鍵不放 選取最上層的水平線和奶奶的圖片 打開滑鼠右鍵選單 來將它們組成一個群組 我重複這個步驟 將走形線和爸爸組成一個群組 以及底下的水平線和媽媽一個群組 垂直線和孫女一個群組 接著我切換到動畫標籤 選取奶奶的圖片來套用插去動畫 插去的方向我設為至左 而爸爸的圖片也同樣套用插去動畫 但是插去方向設為至上 至於媽媽的插去方向是至右 孫女的方向則是至上 最後我們可以從資料夾內 拖移一張圖片來當作背景 並且利用滑鼠右鍵選單 來將背景移到最下層 如此我們就可以按下鍵盤的F5 來欣賞今天的練習成果囉 OK 那今天的影片我們就聊到這裡 我們同樣下回再見 拜拜 拜拜